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开箱发虫热场,我是Helen 我今天这支影片的话呢,主要就是带你们去看看我平时怎样帮中世西他们修剪他们的指甲 然后这一次的话主要是帮小橙子剪哦 因为我发现小红其实他的指甲没有特别长 所以我就只帮小橙子剪哦 其实为什么我会帮他们剪指甲的话呢 是因为他们,因为我们其实有放那个磁砖给他们去抹指甲的 但是我发现到他们其实都不太爱动 就是比较懒惰,然后他们都不想动 所以他们抹指甲的这一个几率反而会比较少 所以对他们来讲说放这个磁砖其实是抹不到什么指甲的 然后所以我就打算就是帮他们用指甲去,用指甲剪去帮他们剪 不然的话他们的指甲越长越长的话呢 他们会有开始呈现一个像刀钩的这个形状 就会比较难走路 然后我就开始慢慢在前几个月的时候 我就慢慢开始摸索这样去帮他们剪哦 然后就发现到哦原来是这样剪的 其实帮他们剪的话呢,不能一下子直接剪到太多 就是要剪一点点一点点 不然的话他们的指甲会流血 因为他们的指甲里面其实是有那个血管 所以剪的时候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小生枝,要去剪指甲了吗? 要吗小生枝? 我们去剪指甲了咯 想做好iche frei 想做好 想做好 今天一眼吧 来吧 每一个大器 dram 看镜头 像通常的话呢 我帮他们剪 都会检查看他们指甲有多长 有一些需要修剪 有一些不需要 像小橙子这个的话呢 就是需要稍微再剪一点点 因为有一点过长 但是剪的话也不要直接剪到完太多 因为他们的指甲里面其实是有血管的 如果剪到太里面的话呢 他们就会流血 仔细看的话是看得出来 有一部分是有一点橘黄色的 深色一点 就是它从指甲这边 长到这边都是橘黄色 然后这边以下到下面这里的话呢 都是比较属于白色的这个地方 就像我们人的指甲 就是这一个靠近 就是守着的地方 到一部分 就是属于红色的 这个是有血管的地方 长出来的 要剪的地方 就是属于白色的部分 所以它的话呢 就是稍微修剪一点点 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出来 就是这边到这边是血管的地方 这边以下都是指甲 但是指甲的话也不要剪到太短给它们 不然它们就是会 爬的时候会有一点不方便 稍微修剪一点点给它就好 来来 好一点 好 还有几只 那来 还有两个 这里来 来来 来来 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结束了,剪完了 是不是很快 OK,你们看它剪完 指甲就会比较短一点 因为我发现没有帮它们修剪的时候 它们的指甲会越来越长 然后就是会有一点刀钩的那个现象 所以我才会开始有去帮它们修剪一些指甲 不要让它们长到太长 小生枝跟它们讲拜拜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哦 这里 不要理我啊 小生枝 看这边 你就是当我的画是耳边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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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